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第一个单元里讲了王安明心学的第一个法则 就是种子法则 就是我们应该找到自己的种子 那么自己的种子在哪里呢 在心里 这是王安明心学的第二个法则 王安明在青年时代有过两次不经意间关注到了心 第一次是他在第二次就是会考 没有考上的时候 他就很平静地对别人说 大家都以考不上为耻 而我是以考不上动心为耻 那么这里面呢 王安明讲出了心的一个基本作用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事实 但是呢 心可以改变我们对事实的看法 一旦我们改变了对事实的看法 我们就在创造新的事实 第二次呢就是他去南昌结婚 那段时间因为无聊要打发时间 就练习书法 在练习中呢 他摸索到一种方法叫心上练 他的解释是 既非要自豪又何学也 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 此心精明 自豪也在其中了 大概的意思是呢 我开始学习书法的时候 只是模仿古人的帖子 只学了字形 后来写字的时候 不轻易下笔 先在自己心里想清楚之后 再动笔 慢慢就找到书法的秘诀了 那么这个书法的练习心得呢 显示王安明年轻的时候 已经明白了 凡是要在心上下功夫的 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呢 彻底明白这个道理 并践行这个道理 却是在很多年后 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之后 就是1508年 他被贬到贵州农场 在贵州农场那个无依无靠的荒凉之地呢 发生了王安明个人成长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叫农场悟道 那么王安明在农场悟道到底悟出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悟出了对于格物置之的新理解 前面呢 我们已经讲过 大学里面讲那种人格的完成 有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叫格物置之 那么在王安明看来呢 朱熹把格物理解为 向外探究事物的规律 法则道理 是不恰当的 而是应该呢 先向内振兴 或者说呢 你先要探究自己心中的礼 先要向内求 这个呢 其实和那个六祖开创的那个禅宗 在思路上是一样的 六祖呢 他反对打坐 主张应该先从心性上觉悟 再去做各种修行的 这种形式上的功夫 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就是你先要向自己的内心探究明白 做其他的功夫才会有用 后来那个慧能的一个学生 叫南岳怀让 他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 一个是呢 假如你用一块砖头 你想要磨虫 绣花针 那么你怎么努力 都是没有用的 除非你把砖头变成铁块 那么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什么呢 说明假如就是你内心 没有真正明白的话 你每天在那里打坐 坐禅 是坐不成福的 是没有用的 那么第二个比喻呢 他就是说当牛车不走的时候 你去打那个车子是没有用的 那你要打什么呢 你要打牛 那么王二明讲的格物 就是格心中之理 意识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必须从心这个源头上 去探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否则都是白费功夫 格物之后呢 是智之 就是获得正确的认知 但是王二明对这个智之 他的这种理解呢 更近了一步 他就是把智之呢 理解为知行合一 就是说呢 你那个智必须要有行 有行动 才是真正的智 而行动呢 就是那个行 必须有智为前提 才是真正的行 所以呢 农场悟道 之所以重要呢 是因为王二明通过 对格物置之 这个理解 建立了自己的一个 心学体系的一个轮廓 这个轮廓就是 以心为本体 以知行合一为功夫的 这么一个心学体系的 一个大概的轮廓 所以农场悟道 确实在他 个人的成长史上 非常重要 是一个转折点 那么以心为本体 是关键的关键 就是以心为本体呢 就决定了 王二明心学的心 不完全是 像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的 心就是和身体相对的心 王二明那个心呢 其实是包容了身体和心理 并且超越了身体和心理的 那颗心 王二明自己对他的学生说 就我讲的心 不是那颗肉块心 不是生理上的心 而是那种能够让你感觉 让你思想 让你审美 让你觉悟的那颗心 又说呢 人是天地之心 那么归纳起来呢 王二明心学的心灵法则 最核心的意思 就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应该从源头上下功夫 这个源头 就在我们自己心里面 所以王二明说 圣人之道 武性自足 那个圣人就在你自己心中 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心地上 去成就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向外去寻求 我们自己的内心呢 拥有无穷的力量 假如我们用心 去好好耕种我们的心田 我们就可以用心的力量 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变得可控 你就能够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呢 前提是你要有心 还要用心 那么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 一直就在那里的一个事实 但是呢 我们常常看不到 总是向外求 前面我们讲到 王二明入狱 被关进监狱 被贬到农场 整个过程里呢 向外求其实也没有什么用 你再向皇帝去求 都不能保证皇帝是否改变 然后你也不用指望 刘景会发善心 那么这些都没有办法控制 但是呢 自己的情绪是能够控制的 应该做什么 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而且是可以去做的 与其指望皇帝或刘景 不如要求自己马上去做 当下能够做的事情 那么能够拯救王二明的 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心 我举一个例子 假定你要想赚一百万 但是现在 我就是个打工仔 好像一百万很难很难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做 生意的资本 而且呢 我也不可能同时去兼职做很多份工作 因为我的身体承受不了 当然我也不可能靠运气去买那种彩票 因为这个像买彩票啊 这种像完全是守株待兔 当然就是我们也很难靠别人给我运气 给我机会 这个都是不可控的东西 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 但靠我自己的什么呢 当然是靠自己的心 那怎么样靠我的心呢 第一你看我的心有分析的能力 它可以帮我弄清楚两个关键问题 就是我为什么要赚这一百万 我要把这个目的 把原因想清楚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别人 让别人让我赚一百万 为老这两个问题 可以分析我自己目前的资源 我的技能 我的人脉等等等等 可以分析我能够做什么事情 可以让这些资源 赋予我赚钱的能量 第二个呢 你看我的心有规划的能力 它可以帮我做一个计划 帮我设定一个时间表 设定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的目标 那么为了一个实现这个目标 每一个阶段我需要做什么 一步一步这样去做 第三呢 你看我的心有那种创意的能力 可以无中生有 可以突破我现在的各种局限 第四呢 你看我的心有观察判断的能力 能够帮我发现各种隐藏的机会 第五呢 你看我的心有情绪控制的能力 可以自己去化解各种逆境 仅仅这五个方面呢 你看假如我善于利用的话 也许不一定在某个设定的时间 真的赚到一百万 但是呢 这样做下来的结果 一定会给了我很多积累 一定会给我种下 很好的一个种子 一定会在一个时间里开花结果 那么最后呢 我想再重复一下 就是王安民所说的心 以及后来他所说的良知 不是心态的心 也不是心理的心 而是本体意义的心 良知也是本体意义的良知 简单的说呢 王安民讲的什么心啊 讲的什么良知啊 指的都是本源性的东西 所以王安民才会反复说 良知就是树的根 我们为什么要找到并实现我们的良知 就因为它是根源 只有找到了根源 那么我们的生命 才能枝繁叶茂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找到了根 我们的生命 才能成为一个整体 当然也可以说 良知是水的源泉 生命就像水一样流逝 只有找到了源泉 才能生生不息 源源不绝 心是天理 是良知 也是整体性 或者说呢 心是一种 把一切统设起来的力量 因此呢 心外当然无物 就是在心之外 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就是万物皆备于我心 心就是物 当王安民说 心外无物的时候 说心记天理的时候 当他说 心就是良知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回到那个源头 回到那个整体性当中 很像乔布施反复说的 你要回到你的内心 他的意思也是 跟王安民是一样的 我觉得 就是我们应该回到整体性 不应该生活在分裂的碎片里 心呢 就意味着一个整体性的世界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说 心就是物 心就是宇宙 心灵法则呢 就是让我们时刻聚焦于内心 不断修炼 渐渐地找到一个根源性的东西 这个东西找到了之后呢 就可以一以贯之 一通百通 我是特别喜欢心田这个词 心就像一片田地 这是我们唯一应该去下功夫 去浇灌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有我们的种子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会和大家分享 为什么没有忧气的情绪 就能活下来 愿我们大家在无常的世界里 学会运用新的力量 来掌控自己的人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